老师的名而来 那我就不多占大家的时间 那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就好 我叫梁嘉宇 是周五的志工 然后也是今晚的主持人 但因为我想有很多 尼佩瑞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我就只简单讲两个 第一个刚刚有几位 都有提到六四发生的时候 应该是他们生命中的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一个大历史 这个跟我们个人的生命 也有某一种关系 只是那个关系 可能我们个人都自己在想 而今晚我们或许也听听 梁嘉宇教授怎么说 这个他看待这个历史 大历史的转变 而我们可以回来自己看看 这个大历史对我们个人而言 有什么意义 那另外一个是我看到 应该是华人民主书院提供的 一开始的对于这个讲题的介绍 里面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趣的 是在说这是一个 我们题目就说了是 这是个 把六四当作中国现代史的转折 那换句话说有这个事件之后 以及这个事件之前 而我作为一个1978年出生的 也就是六四的时候 我国小五年级 在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 我后来想一想 我发现对于六四之前 是怎么一回事 在中国 作为一个在台湾 出生长大的小孩 其实我的认识有点空白 我不太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要隔很久之后 才有可能慢慢的从 很二手的资料 去补习那样的认识 那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比较好奇的部分 那我想我就短时间交给林教授 听到各位自我介绍 我有点害怕 因为提了那么多有趣的问题 我不能一回答 您所期望我说的 因为我预委说的 也不一定的词 说有一个朋友 对西藏感兴趣 我没有准备讲西藏 有一个朋友 因为知道我是研究文学的 可能有一些文学的解读 可以提供给大家 所以我想最好 多留一点时间 做问答 那你们就可以 根据您自己的兴趣 提出问题来 第二个大问题 因为太热了 而且我下午睡午觉 来的时候有点困 所以在捷运站那里 买了一杯咖啡 人家问我 你要凉的还是热的 我说热的 倒霉 我喝一杯热咖啡 用热 热的不得了 我就不知道 我要是脱上衣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以前都是人 上衣 下衣我还是不穿 有多少人认为 林某人的老老头 林老头脱上衣是可以的 有多少人认为 不体面 我脱了 是不是要管你在这儿呢 也不知道 里头的衣服是什么 我没注意 我们看看 好看哦 香港那个对着外国记者俱乐部送给我的衣服 我好看哦 我首先因为各位对我的中文明明表示感兴趣 我介绍我自己 而且我介绍我自己 也是一个我观察六四的经验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背景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美国六十年代 我们学潮也很热情 反越南战争 主要是 还有那个黑人运动 我都参加了 我是个左派学生 而且算是左派学生里头的一个领导 我们当时有一个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 是我们研究东方的研究生的一个反战的组织 我是那学报的编辑 所以呢 从一开始我对共产党 对社会主义中国 抱有一些理想 因为那时候不能到中国去 我只能看到 中国建设之类的宣传品过来 为人民服务 理想主义 我对我自己的社会 有很严密的批评 把我的理想推测到一个 海洋对面的一个理想的中国 我父亲也是个左派 三十年代带了团到苏联 我父亲97岁才过世 到95岁他还捐钱到美国共产党 就我知道他不是党男 可是他都左派 我想跟各位说明这一点 是因为我今天晚上有说很多对共产党的比较严厉的批评 我希望你们都理解 不是我肚子 不是我原先的出发点 并不是我因为代表美国的一个什么资本家的那种 或者帝国主义或者那种 不是 我是从批评那种美国帝国主义出来的 第一次我开始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点幻灭 是1973年 因为72年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旅行 我当他们的翻译 我们有六个研究生 中文已经说的相对好一点 他们把我请去做翻译 所以跟乒乓球代表团 庄泽栋啊李富荣啊 我们当时我都认识 然后第二年 我在香港做研究写信到北京去问 能不能我们做过翻译的人 到你们归国去看看 居然他们发了邀请他们可以来啊 我们旅行四个礼拜 广州 上海 苏州 延安 西安 唐山 北京 加起来都过飞机票一切 你猜多少钱 五百五 五百五对 有人看 很便宜 因为他们看我们是有益人士 我们是有益人士 而不是有益人士 我回去的时候写了几篇文章 称赞那个乒乓球代表团的 这个互相学习的态度等等等等 但是呢 在那一次 第一次到中国去看看的时候 我头几个对社会主义意向的裂痕就出来了 一个呢是 他们安排我们在火车上都是软卧 当时的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现在大概 现在挂得多 但是当时有软卧 有硬卧 有软座 有硬座 四个等级 我们都是最高的软卧 我就问我们的响导 除了我们外国人以外 那个为什么有个软卧 那么奢侈的一个东西 他说领导 领导 领导阶级 领导人需要软卧 对我是个新的发现 为什么领导需要软卧呀 他们工作忙啊 有好几个这一类的例子 我再举一个就够了 我们到唐山去 到了唐山煤矿下去 那是发生了大地震的三年前 谢天谢地我们在的时候 我们下得很深 底下有很多小铁道 跑来跑去 有很多工人 很脏的地方 当然全是那个梅啊 梅梅梅的 当然我注意到 他那个路牌啊 铁路的路牌 第一 他的牌子是写繁体字 而且古文 他不是按喇叭 他说明笛 两个繁体字 没有任何毛主席语录 也没有简体字 上去的时候又是问了 想到为什么 下边那么多孤人 那么辛苦啊 没有毛主席的语录啊 他马上打了一架 太脏了 对了 是个震动 煤矿下边的那种肮脏的 是够劳动人民去劳动的 但是不够劳动人民的 伟大领袖的写字 上面当然到处都是毛语录 红红白白金金的漂亮 下边没有 所以慢慢的就开始 然后这个 我79年80年到中国去做 关于文学的研究 做了一年 读了刘弥念的作品 有多少人知道刘弥念是什么 不多 八十年代 它是中国 几乎是最有名的一个作者 写了《人谣之间》 写了很多很好的报道文学 我看他的文学作品 同时住在中国社会里面 慢慢的就理解 我本来原先的那些美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是空缺的 语言根本就两个层面 官方语言是一个层面 日常生活是一个层面 我那原在广州中央大学八个月 认识一个几个中文系的教授 有一个教授 他住得很久 他在屋子里头 他两个小孩 屋子只有两间屋子 一个卧房 一个夺用房 一个桌子 吃饭 擦完桌子 小孩做习题 小孩睡了 大人工作 一个卧房 可是那时份 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 邓小平他们有个文件下来 要更好的对待知识份 我说这个故事 是说明了语言的两个层面的问题 因为我那个教授朋友 他就是要一个更大的一个公寓 去找他的党委书记 他告诉我 我不能说老王 我真是住得很久了 我能不能大一点的屋子 不能 这是日常生活 他才说 书记先生 能不能考虑落实党中央 某某件文件的若干若干精神 好几个这种例子 有两个层面 所以等于是社会主义的语言 包括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是一个 在上的一个层面 是一个工具 好像是下棋啊 你想得到一件东西 你得用它去下棋 去用 可是不是真心的 包括了你的 本来的五十年代 很多中国人是真心 也应该真心 为人民服务 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 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 已经有点犬无主意开始 有线索 8889年 我又到中国去工作了一年 那一年 美国的科学院 有一个跟中国的科学院的 一个交换学术的一个办公室 他让我去做一年 虽然我不是科学家 这也包括社会科学 所以我去了一年 也认识了很多 在我的文学领域以外的人 包括方立志 包括很多科学家 一直到诗人 北岛 我都得到的影响是 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可爱 美国知识分子 在机委会的时候 他谈的是房地产 或者小孩的学校 或者天气 或者股票 中国知识分子一碰面 动不动 谈的就是 我们的社会怎么办 我们怎么往前见 大本大远的问题 我觉得很可爱 后来写了一本叫 北京夜话 把这些话就写成了一本书 可是八九年 八八八九年 他说刘宾念 当然我到北京去工作 那一年以前 刘宾念已经出来了 他在加州大学 我感觉是我紧去的讲课 然后他说陪累 明年你去中国 你不妨记个日记 为什么 我感觉会有事情 果然是有事情 秋天我来的时候 就是那种 文大本大远的问题 但是到了春天 就是王丹 上次有多少人听了王丹 王丹带学上的 当然不只是他 很多学上的上街 这个中国八九民运的事情 就开始了 上次王丹说了一句 我觉得非常对的话 他说我们记忆 六四的时候 要严格分开八九的民运 和六四的镇压 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 一个是很理想主义 一个是很犬儒主义 很野蛮的 一个是从学生自发的 一个是官方镇压的 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我都观察了 我没有太多到广场去看看 原因之一是因为 我刚才问我 我那时候认识方黎之住的 离他不太远 他拒绝去 而且他劝我 他说你也可以不妨 不多去 原因呢 是我去 因为他已经是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我去的时候 官方就可以说是 你是幕后黑手 学生是你惹的 果然他们后来是那么说的 但是他有预感 他们会那么说 所以他不去 他说我呢 我那个美国科学院的位置 美国科学院不是美国政府 是个民间独立的一个 但是在官方看 你是个美国官 你要是到那去 他们就可以用你去说 他说是外国不怀好意的反动 为什么是惹的 所以我没有太确 当六四发生的时候 我太太把我叫醒 她说我们所怕的一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开箱 但是 他说我们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们住得离人民大学的大门不远 我骑上自己车去看 学生设了个广播站 从北京各地方回来的 学生就一个一个上来说 他所目睹的事情是什么 是很动人的 后来我去 这个一个去探望了 我的知识分子朋友 看看他们怎么看 关于六四的经过 我可以说很多很多 可是我不说 因为您刚才举手的人挺多 您听王丹 王丹是课本出身 他知道的最清楚 我用不着 我重复 我今天的题目是 六四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我认为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事情 是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我想先提出来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是快到二十周年 我们还在记得六四 不妨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 是因为死人多吗 在场有哪一位知道 昨天在非洲 有多少小孩 因为瘧疾而死的 大概 大概会有多少 我本来也不知道 我查了网络才知道 每天在非洲 因为瘧疾而死的 非洲小孩 大概是一千四百 每天 而瘧疾是可以预防 可以治的一种病 但是我们做人呢 有多少人想到这个问题 我不想 这是理所当然 就是正常的一天 一千四百个小孩死 连报上都没有 那把这个事实跟六四 因为六四死了多少人 到现在我们不知道 少就几百 多就也许一两千 包括外地可能更多 可是不知道 但是呢 大概是没有 昨天在非洲 因为瘧疾死的小孩的人 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可以问 我们为什么关心六四 二十二十二十年以后 而不关心别的灾难 我想正好 要是认真想 不是因为死人多少 是因为 就是因为是对中国历史的 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至少这是我的看法 除了我们以外 我们记得 还有谁记得 当然受难者的家庭记得 定自林老太太 一直到现在 有她的天安门母亲 但是我想指出来的是 除了受难者 除了我们 关心的旁观者之外 很有趣的一个 无论如何 不忘记的人群是谁呢 中国官方 中国高层官方 一直记得 为什么我们知道 一直记得 前几天的消息 你们大概看到了 五月三号 在北京 有十五个中国知识分子 在好见 一个学者的家里 举行了一个 不正式的回顾 六四二十五周年的 历史的一个研讨会 然后六个被捕 被逮捕 然后又有这个 criminal accusation 对 不知强 许有余 刘迪 几个人 为什么呢 私人的家里的一个讨论 那么敏感 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以后 那么敏感 彬自林老太太 到所谓敏感时期的时候 她上街去买菜的时候 有便衣跟着她 她七十五岁了 老太太 便衣要保护她 保护什么 保护她 保护她的菜 不 预防 她 泄露一种 你不能说的真理 她为什么那么敏感 是因为那种 真理 没有别人信吗 当然官方的 语言是怎么说的 她说 中国人民 已经做了 她的正确的 对六四 那种风波的 历史判断之类 差不多是这个话 她自己信这个话吗 她自己信不信 我们可以知道 她自己不信 因为每到六四的时候 天天门广场 包围着很多很多边 不让自己的进 这一次 普之强他们想 做计划 怎么纪念这个事情 他们不让进 要是他们真的相信 他们自己那句话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哎呀放松 大家来吧 老百姓来 骂那些反革命 暴乱分子啦 说明他们自己 不但记得 而且知道 自己的谎言 是谎言 我们回到 那个 上次 王丹有一个方面 他也提到了 可是没有说的 很明白 我想把我的看法 说得很明白 为什么官方在六四的时候 选择用 真子弹 他可以用水龙头 他可以用 垂垂弹 他可以用木棍 1976年4月5号 清明节的时候 很多老百姓到天安门 为了纪念周恩来 周恩来前几个月就过世了 对周恩来跟毛泽东之间 那个一般知识分子 更喜欢周恩来 喜欢得多 因为他更能够保护知识分子 所以很多人上天安门广场 当时官方把这个也认为是个反革命的事情 要镇压 这是怎么镇压的 没有开枪 没有弹劾 没有机关枪 有木棍 有没有死人 我都不知道 大概没有 有没有效 完全有效 所以我们应该问 他为什么选择 用真的子弹 用坦克车 不用木棍 不用水龙头 上次王刚也说了这话 邓小斌自己有一句话 用一次的军事 来买20年的稳定 我刚才说那话 不是一个字准确的 可是是这个意思 买20年的稳定 谁的稳定呢 中国的稳定 关键是共产党统治的稳定 他这句话应验了没有 应验了 因为他屠杀 是个个别的地方 个别的时间 但是他内而屠杀的力量 散发到别的地方 当时六四不只是北京 我应该说民运不只是北京 几乎是每个省份 中国所有的大城市 几十个都有类似的运动 你用坦克车机关枪 增压那些地方 要马上下注 有效 所以不但是在空间上 有那个恐吓作用 在时间上也有 因为二十年来到现在 多多少少 中国老百姓 不愿意把敏感问题 把人权问题 把这个那个问题提出来 把西藏问题 法轮功问题 高层领导的 负得不得了那种问题 那种所谓敏感问题 为什么 在公开的场合说 你脱不了 是跟当时的一次性的恐吓 有关系 我们常常说 世界上有恐怖分子 你也严格分析 恐吓的作用 那六四的真言 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但是呢 他又子弹了 弹劾车 镇压 对自己的形象 免不了 有相当大的代价 这一点 值得回去 从历史角度 更说得深一点 我刚才说 五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 和中国的 共产党的理想主义的 语言的关系 是相信 而且在五十年代初 是值得相信的 有很多进步的事情 我们为人民富是个 真的理想 所以呢 政治学家 喜欢用合法性 legitimacy 这个字 共产党当时的legitimacy 是根据理想 然后到了 大跃进的大饥荒 和这个文化大革命 乱七八糟 到七十年代末 我去中国的时候 那理想主义还在那儿 可是我刚才描写的是一种更抽象 空虚的东西 但是至少他还在呢 然后当下平上来 又改革上来 很多中国老百姓 包括王丹 你上次听到演讲就知道 他们是希望中国好 希望能够 在这个旧的制度里头 还是 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没有别的党派 你只有希望共产党能够改革 能够进步 所以他们很多人是真心的去进步 一直到六四 好 六四一开枪 就没有那个合法性了 没有legitimacy 对邓小平他们是个挑战 因为他们的最重要的优先 是控制住这个社会 是一党专政的维持 这是他们的最高的目标 所以你合法性还是需要的 你那种官方语言的理想主意 是彻底没有之后 你有什么呢 邓小平的回答是两个 六四不到两个月以后 他说我们关键问题是教育 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 他所谓教育 那当然是 是所谓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爱国也就是爱党主义教育 所有的教科书啊 媒体啊 动物馆啊 都强调那种民族主义 而民族主义的新奇是很明显的 奥运会是不会这个标榜中国兴起了 在共产党看来 关键问题是 中国兴起跟我们共产党是一回事 包括对西藏 对日本的那种摩擦 当然那么是分裂主义 刺激中国老百姓的爱国主义 而爱国主义是认通党爱党主义爱国主义 所以民族主义是他的解答的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是赚钱了 只要你这个不提政治问题 宗教问题 所谓思想问题 尤其是不能组织 有任何跟这一类思想有组织 是不行的 你可以去赚钱 那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老百姓去分析 在毛时代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不自由 你住在一个工作单位里头 你想旅行要申请 你想买自行车要申请 你想结婚要申请 任何事情动不动的申请党委 很不自由 所以邓小平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个交涉 一个理解是 其他领域你可以自由了 不是 经济自由 经济方面你可以 赚钱恐后 其他的思想和政治 或者宗教之类要小心 所以中国老百姓 那当然他接受了 把所有的精力就 使用往经济发展去 经济发展去 现在我说的话 跟我的笔经有点 但是也提出民族主义 爱国就是爱党的一个关键 就是共产党跟人民是一回事 对不对 培养那种爱国主义的思潮的目标 就是那个 可是六四的记忆 也毁坏了这一点 本来他的合法性 是根据理想主义的语言 然后开了枪把它毁了 第二个民族主义 变成他的支柱之一 可是六四的记忆 也毁了他 为什么 因为党跟人民是一回事 你要是记得 有一个时候 党对人民开枪 那当然是毁了那种前提 所以还是得镇压六四的记忆 镇压基本上有两个法子 一个我叫做push 一个叫pull 一个推一个拉 推就是惩罚 你要是公开说你这些记忆 或者做丁自林那种活动 威胁你 包括最后 最近这一次在北京开这个小会 我到这来演讲不到一个小时 以前从在听到一个电话 从中国打来 去那个会的一个人 我不能说他的名字 他说官方来不是警察来找他 来说他不是被逮捕的那个另一位之一 可是他参加了那个会 跟他说你要是乖 乖的意思是乖的意思是三个条件 一个是你不能看外媒 外国内媒体 二呢你不能上网 第三你不能做任何类似的事情 这三个条件你要是遵守的话 我们不找你麻烦 你违反其中之一 你也是刑事扣留 所以有那种威胁 或者你想出国申请护照 他不给 或者你亲戚在国家单位里头有工作 也受威胁 或者你的这个存款被冻结 成长到这个事情 或者你真固执的话 那当然是软件呢 甚至坐肩 这是所谓的push 那push呢 是请你喝茶 请你喝茶呢 跟你说道理 说 你不知道有别的一条路吗 你要是乖一点 你可以赚钱 你可以上学 你的生活会更好啊 少谈一些屠杀吧 还不太晚呢 有其他的朋友 你看看他们比你成功了 我有个朋友 甚至说 你看你开的是个老的 你不后悔吗 你不后悔吗 你快点 你就可以更好了 给你旅行的机会 等等 尤其是你愿意出卖你的朋友 你给我们一点资讯 那就条件更好了 所以有push 但是共同的目标是要抹杀 六四的记忆 我刚才说 老百姓接受 邓小平那种 好 我们赚钱 在其他方面 我们shut up 这个跟 所以呢 诸葛的经济是非常发达 这一点我想也是简洁的跟六四有关系 那么多老百姓 他本来 他不参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运动 完全把一切精力投入到经济方面 那当然经济会发达 尤其是从内地到沿海地区来的那些农民工啊 低 有低工资呀 没有保障了 你受伤是你的事 没有工会 共产党的工会不是真的工会 没有人保护你的利益 没有自由的媒体能够监督 没有法庭 没有独立的法庭 你就可以去控告 连都市里头的合法性 连农民工都没有 自己的小孩 没有资格上学等等 我想到马克思主义在九泉之下 要是能够回来看到这个局面去客观分析的话 这个叫不叫阶级压迫 这个叫不叫剥削廉价劳动力 列宁先生能不能回来 会不会看到国际资本捞便宜啊 国际的资本 包括我的国家 美国的资本 也看到那么不自由的 很好的劳动力 你不去不削 包括你们台商也有 有多少这种人 两三亿 有十几年 二十年苦干 两三亿 二十年苦干 在这种劳动条件之下 你说不制服吗 当然制服 所以我常常说 中国的经济发达 并不是什么奇迹 我说的今天晚上比较简单 我们问问题之后 可以更进入的说 你要是这个的话 但是总的来说 是这么个故事 那谁去负起来呢 邓小平1985年 说了一句 让一部分人先负起来 这句话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也许那些 最能干的人 或者有头脑的人先负起来 后来发现 客观的去分析 不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先负起来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本来跟共产党有门路的 而且越有门路 或者门路越负 不是前几年暴露了 我们美国的媒体 暴露了这个 习近平 文家宝 周永康 都最负 也是权力最大 但是 不是那么最有权 可是也相当的 相对的 也有钱 也有 就是最穷的是 还是老百姓 还是跟党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不是说 每一个发财的人都是党员 但是共产党对这种 自己想法子 发财的人 也有一套 把它收买 把它捞过来 所以 西方的张克 从我们美国的 柯林顿 到英国的 Tony Blair 在九十年代 有一个 他们很喜欢的说法 说 鼓励中国富起来 富起来 因为会形成一种 中产阶级 而历史上 中产阶级 是跟权威对着干的 在欧洲一般 是那么个发展 而且在亚洲 有的地方 比如南韩 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我不知道在台湾 是怎么个情况 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 但是在中国 大陆绝对不是 是那些 富起来的人 靠拢共产党 对付的是 在下边的人 最下边的人 可能最穷的 还是跟以前 亿养穷 当然很多也是 相对的 富起来了一些 这个我们都可以 看到数字 但是从最穷的 最富这个差距 贫富悬殊 在中国大陆的差距 比所有的发达的 现在国家都大 我的国家 美国近十年来 贫富悬殊 越来越厉害 恶化 而我们美国 知识分子 对这个有批评 包括我有意见 但是我们的问题 没有共产党的 那个制度那么大 它是更厉害 它仅次于一些 南非和非洲的 很小的 不发达的小国 超过了 它的贫富悬殊 我最后说一个方面的问题 新富起来的 那个阶层在中国 这一点间接的 也是跟六四有关系 我觉得 它自己有一种价值危机 相信什么 五十年代 你可以相信 社会主义 and make sense 以前 你相信别的社会理想 儒家的 或者 都有 make sense 现在你的 社会理想是什么 你的价值是什么 我刚才提到 钱 几乎可以说是 钱垄断了 所有的公共价值的 空间 而对这个 新富起来的阶级 有一个问题 我们 富起来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 用我们的钱 应该怎么表示 这里头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凡子 一个讽刺方面 的一个现实 毛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形象 在小说里头 在电影里头 你们大概看见过 知道 是一种眼睛小 眉毛 小 小脖子 脸有点发绿 然后 皮鞋擦得亮亮的 然后 开快车 买贵 白蓝地 吃喝瓢 赌 夜总会 等等等等 完全是一种 恶劣 一种 消极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 新富起来的一个 中国阶层 现在 我们怎么做 资产阶级呢 他们脑子里头 有那个形象 还是 去用它 然后 吃的粿 买 贵的香水 贵的白蓝地 现在到巴黎 去 巴黎的白蓝地 巴黎的Chanel香水 巴黎的Louis Vuitton手提包 买的最多的是中国人 似乎是不知道 怎么花钱 怎么做 新富 结局 只能借那个旧的 可是现在 当年是绝对坏的 现在是绝对帅的 我们就用了 这个叫不叫 物质主义啊 我觉得 不完全是 物质主义 因为这个 关键问题 不是物质本身 不是那个 Louis Vuitton手提包 本身 不是你想带 东西本身 是你 显示 你有一个 Louis Vuitton 手提包 所以 不是物质主义 是一种叫什么 叫表现主义 我能够表现 关键是表层 而这个就引到一个 大家应该注意了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 也近十几年来 有一个假货 或者假很多东西的一个潮流 很多笑话 在网络上 你可以看到 假奶粉 奶粉 假酒 假古董 假相片 假历史 假奥运会的 假唱歌 一直到动物园里头的 一个假的狮子 我不知道 你看了这个消息没有 真的 前几个月 有一个 忘了哪的动物园 有一个大狗 一只大狗 然后修饰它的帘子 是个狮子了 一直到被 揭发 遇见 那么 谁对这种局面 能够站出来 说话呢 说点真话 中国大陆上 私下说这种问题 是很多的 是很自由的 您在这个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喝酒 骂娘啊 官方腐败啊 有很多笑话 很丰富 但是 不能公开 你 泄露出来 你解恨之后 第二天去上班 还是正常 做的那个 正式的 公开的那种生活 也是两种 两种层面的问题 还在 只有极少数的人 愿意 硬着头皮 去站出来 说点真话 而他们呢 那就是 不知强 流敌 许有余 被抓的可能性 枪打 出头鸟 他们都知道 所以聪明人 逼着头 去 你去骂你的娘 可是 在公开 不表现 不表示 那能不能 在现在有 像 1989年 那种 王丹的那种 理想主义的运动吗 上次王丹演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问了这个问题 我看不到这个可能性 而我看不到 我有点 我作为恨学家 有点 心酸 你要是看中国历史 从晚清 一直到现在 中国历史 年轻一代 得理想主义 愿意上街 愿意冒险 愿意为了 理想而去 做一点事情 是很丰富的历史 晚清的时候 谭思同 秋景 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五四的时候 当然上街 理想主义 抗战的时候 一代人 抗战 骂当时的国民党 不够 抗日 到共产党 来了以后 第一次是五六年 百话齐放 刘斌念 我的朋友写文章 第二天 扣右派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是右派 很多人 提出批评来 五六年 七九年 邓小平 允许不到半年的 民主墙的时候 魏京生 徐文立 他们出来 贴东西 然后 左肩 可是 至少有一种运动 有一种热情 八九年 王丹的那一代 也出来 王丹现在流往海外 但是很多 很有理想的 明星人上街 我观察 今日的中国 我的印象是 理想没有死 年轻人肚子深处里头 可能也能够调节 但是谁都怕 因为恐吓的作用太大 我说恐吓的 不是一种非常天然 非常可怕的感觉 不是 是一个日子久的那种 恐吓就变成一种 日常生活的自然的一部分 就习惯了他 你当然不站出来 做猪头鸟 让枪打 当然 所以 你说是犬儒主义 上次王丹用犬儒主义 我觉得很多事 有年纪大一点的知识分子 我对他们有这个意见 这一代比起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犬儒主义是明显的多 年轻的人可是 我也看不到他 有形成一种新的运动的可能性 我现在话已经很多 我想加一个题目 我到台湾来 台湾我是去年八月来的 一直到明的太阳花的运动出来的时候 我脑子里头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跟台湾的年轻人 包括一些教授 我喜欢打网球 我的球友是教授 问他们 关于中国大陆 对你们的这个美丽岛 是什么想法 我吃惊的是大家非常放松 对这个问题 似乎是没有问题 难道你不知道 有一个共产党在那 对你有意图吗 没有太认真去对付这个问题 所以我看到台湾一花是很高兴的 因为知道至少是 而且很多教授后来也站出来了 但是明镜仁 他看到这个 我看那个福茂 反福茂的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皮毛层面是经济问题 从共产党的角度看 那绝对是个政治问题 绝对是个 把台湾拉过去的一个渠道 他不方便用武器 一个是我国家 美国的人很低气 海军在那 第二呢 可是他来打你们 你们反感会越 更 非常大 他想法子来 用经济法子 控制媒体的法子 这些法子拿过来 你要福茂通过的话 能不能大陆的经济单位 跟台湾的经济单位 自由竞争吗 开玩笑吗 大陆那些大的国有企业 第一 比你们的大得多 第二 他的最高的一个优先 不是经济 是政治 共产党在他后头 不细代价 你达到你的目标 经济是次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对台湾 本来我来的时候 有点失望 后来太阳花 就会更有 更有 更有 乐观一点 我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 你们年轻 这个台湾人 参加太阳花之类 有一点 我还是可以批评 我觉得你们 还是太胆小 还是太 太觉得 我们是区区在下 庞大的一个 中国力量 是那么大 第一 你得理解 中国不是 王丹也说了 这位也说了 不是一个事情 共产党 中国老百姓 这是不同的 你们这个 很可爱的 公民社会 我来台湾 因为对公民社会 得到的影响 非常好 我 做捷运的时候 让 你老头 他放位子给我 不是因为 我是外国人 是因为 我是老人 台湾的社会 我来的时候 天天下雨 大家带伞 去看电影 去博物馆 把伞放在外头 两个众头回来 那伞还在那 不但是伞还在那 大家有一个公共道德的概念 是觉得我们的前提是 那伞当然在那 美国没有这个 主会八卢更没有这个 你们这个 能够运转的那么好的一个 可爱的一个公民社会 包括一个民主制度 是很有力量 特殊的 共产党为什么恨台湾的民主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喜欢说 民主跟中国的国情是不服的 中国人就是喜欢 儒家的 包括我们共产党的领导 说了算 这是他们的国情 你们对这个荒谬的说法 是个最明显的反例 所以你们的软实力 比你们知道的还大得多 我一个外国人的看法 你们要是理智气壮 站出来说 这是我们的社会 你要不要 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会想我 它会同情 共产党的喜欢人 当然可以理解 它有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目标 你们的软实力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那么 把自己看作是一个 微小的一个 被动的一个小的东西 当然你人数少 你是比大陆少得多 但是在民主的发展中 和公民社会的完整性 当然你们也有民主问题 美国的民主有问题 我不是说完整 但是比大陆进步太多了 你可以拿这个出来 理直气壮的说出来 好 我说够了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 我们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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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林平瑞教授 那我想 我有问题 但我想大家也有不少问题 先让大家问好不好 那个后面的麦克风 可不可以准备一下 然后 我们一次先收集三个问题 可以吗 三个问题 你答 还是你要一问一答 一个一个回答 OK 好 同时我们的三个问题 需要三个问题 那就 有谁有什么想提出来 跟林平瑞教授讨论的 不用害羞 不用害羞 那边有一位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一般会就是在讲这个中国的民主化 还有台湾前途的问题的时候 会把这两个绑在一起 就是说 唯有中国民主化之后 在台湾的 未来的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就是这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才比较有希望这样子 不过最近我有看到 这个中国作家王力雄 有一种说法 是说 他是认为说 因为中国几十年来 不断的就是加强他们的这种 爱国主义或是民族主义 那如果中国民主化之后 反而对于比如说西藏或是台湾这样 他们可能会基于一种 就是这种 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的狂热 可能会反而对于两岸的和平 或是说 比如说西藏问题 或新疆会更不利这样子 那不知道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写 我不知道我完全掌握了你的问题没有 我试试看好不好 因为回答都不好 你告诉我 王力雄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我知道他的一些看法 要然后中国明天突然契机民主化了 而中国这个老百姓 自由的表达他对台湾对西藏对蒙国 对法兰公的看法会不会比共产党更厉害 是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会 因为教育问题 因为 邓小平那种教育问题 你教育半天 帕莱拉玛是分裂主意呀 日本是如何如何呀 唯有我是怎么怎么样的 那当然 慢慢的被 想进去了 被所谓洗脑了 所以要解除那种误解是会需要一个过程 可是你要是问我 中国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完全公开的客观的对西藏对台 台湾的一个理解没有经过共产党的那种所谓教育的话 那种情况之下他会不会敌视台湾敌视西藏那我不信 我不信 而且我相信王力兄要是在这他会同意我这个 换句话是关键是那个受过一种畸形的歪曲了的教育 而不是一种天生的一个东西 中国老百姓跟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在这个层面上 常常我们他人权我们忘了人权的根据是什么 人权的根据是我们都是人 共同的东西比不同的东西大得多 当然我们希望注意不同的东西 中国人拿筷子吃饭 外国人拿叉子吃饭 有意思 我们研究这份 但中国人有两只眼睛 外国人有两只眼睛 两个耳朵 中国人踩外国人的脚 外国人踩中国人的脚 一样疼吗 一样 这共同的东西 比不同的东西多得多 人权概念是基于这些 而人权 我现在话说远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中国老百姓 要是没有一种歪曲的教育的话 他关心什么 自己的家 自己的孩子 自己能不能吃饭 能不能上学 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中药 中药这种东西 我不相信 青海一个农民在那 他睡觉的时候是 哎呀 我恨他来老爸 那没关系嘛 只有有人来找他 你喜不喜欢分裂主意呀 你喜不喜欢分裂我们祖国呀 祖国分裂是不是伤害你个人的自我尊心呢 那当然他慢慢想 哦那是是是是 这是一种教育 不必要的教育 教授您好 教授您好 我问的问题有点偏提不好意思 不过就是说 因为面对国内冲突 通常一个做法就是转移国内焦点 比方说就是就是制造对外的事端 那我想知道说 假设今天哪一天中共它国内政治动荡 那他会不会就制造跟台湾的这个事端 来转移这个国内的焦点这样 对不起我没懂 就是国家一旦有动荡的时候 常见的做法呢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就是转移国内的焦点 比方说 比方说北韩常常就要制造一些事端 来转移这个国内的一些焦点 比方说激光的问题这样 那我在想说 因为要是哪一天中国的动荡 社会在动荡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政府呢 会制造和台湾冲突的事端 来转移这个国内动荡的焦点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但哪一天会这样子 已经是这样 常常是这样 比如对日本 日本现在不是跟中国有那个钓鱼岛的问题 闹来闹去乎 90年代 2000年代 历次有反日本的情绪被挑起来 这本来是官方挑起来的 然后挑起来之后 他得控制 他不能让老百姓上街过了头 因为老百姓可能对他有意见 你怎么反对日本不够强力 所以他挑起来 当然得控制 当然他挑起来的目标 就是为了转移 对国内的一些提评 我刚才提到任何老百姓 包括中国老百姓 他对关心的是他周围的东西 他住在一个地方 他上面贪污腐败 或者虐待他 他当然关心这个 而通过网络 开始对组织起来 对上面有意见 那是共产党最怕的 想把这个解散 解散的方法之一 就是你说的 挑起一些外在的理由 而为什么我提日本的理由呢 因为日本在历史上 二十世纪历史上 中国最残酷的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是二战的时候 比如南京大屠杀 是非常难堪的事情 真是个大屠杀 应该是上了很多中国人的心 这是 包括我的朋友 我有朋友 当时住在南京 他们记录下不能说这问题 一直到现在 太痛苦 但是共产党对这个怎么看呢 毛泽东 有多少次到南京去慰问圣满哲 他在领导中国的事 多少次 有没有人知道 毛泽东去了多少次去慰问南京屠杀 零 他没有去 甚至于在62年 他跟那个日本的政客 在访问的时候说 我感谢你 你欺骗中国 要不然 我们打不过蒋介石 是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有记载的 哪一位感兴趣 我给你医疗 我告诉你 你哪找这个访问 毛泽东 不要跟日本对着 而南京大屠杀的博物馆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1985年 1985年 是邓小平他们为了你说的那个作用 为了挑起民族主义 而从周围的腐败和别的问题 转移老百姓的思想 去恨你一个日本 恨你一个大白鸣 恨你一个赵鸣 这当然不能说是共产党发明的 这是个老方法 很多以前的独裁政治 也都用过这个方法 林二先生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题目是六四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 然后出于中文系的一种 文字敏感 这个中国现代史 我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中国在历史角度上的一种 历史的一个顺序的发展 就是一个历史概念 或者说 如果另外一种理解的话 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 历史的一种描述 那么其实我是学中文的 因为在中文上 会有现代文学的一种分类 就是说 从那个 就是以那个 共产党政府建党以前 是我们一般会称为 所谓的现代文学 然后而在那个建国以后 会在学科上 会把它更加比较 把规定下来变成 所谓的当代文学来称呼 然后在那个 我们教科 在我们那个初中啊 小学初中 高中 这个过程中 这个历史上和书里面 其实更加强调是 鸦片战争以后 到那个中国战争 并没有说 专门说现代时 我们更加强调 这个当代的这个 当代 作为一种新的 开始的一种 一种意义 那么我的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我把这个 中国现代史 理解成为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是中国 从鸦片战争以来 走到现在 这样一个历史描述的话 而作为 而中共是 企图把 就是这个 国共两党内战 结束之后 这个成了一个 新的一个 版图格局 然后它把 它把这个 就这个格局形成之后 它把这个 格局之前 格局之后 他们这个时间 给 给割裂开 那么它 那么这种割裂 会不会成为 这个中国 现代史的一个 另外一个转折点 我这儿 您是研究 那个 明期 晚清到 那个 到明初的 那个通俗文学 包括一些文化 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想 如果说 您能把 如果把这个 所谓的一个 新中国的一个分割 作为 这个 中国现在是一个转折 另一个转折来看的话 那么 在当时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一种 公共社会的资源 或是文化的资源 或是文化的资源 的存在 OK 我想我大致想 这个意思 我们作为历史学家 用什么去区分时代 是这个问题 当然教科书上 有鸦片战争 有这个 新来革命 然后49年代 然后这个 包括文学 我常常觉得 我们用这种 政治分野 去 去描写文学 是有点 有点 这个 arbitrary 也不必 不必要 我不是那么喜欢 分割 而且我对分割的问题 不是那么感兴趣 但是今天晚上 我的题目是 六四 作为一个转捩点 我觉得是有意义 而我不知道 我今天晚上 说的够不够清楚 它把旧的合法性 完彻底毁灭了 新的合法性 是民族主义 和赚钱主义 民族主义 和赚钱主义 就垄断了 中国大陆老百姓的 价值界 至少 它的公开感说的 价值界 而扭曲了很多事情 包括年轻人的愿意 拿出来 它的理想 去活动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个假的一个分野 这是个真的有 它的意义的一个分野 不好意思 就是我想说的不是问题 我想就是就第一位和第二位朋友的发言 提出一下我的心得 然后这样方便 第一位朋友是说 中国民主化以后 可能和台湾的 搞不好对台湾 一个实质独立的一个未来 是有帮助 然后以及第二位朋友说 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 可能会导致 就是中国的政府 采取对外的一个 就是让 舒缓国内紧张程度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想到说 很多人对于中国民主 对于台湾 实质独立 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 期待中国民主以后 可能台湾 得一个实质独立 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途 但是 其实我对于这个说法 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在中国民主化以后 共产党就是下野 所以到时候 中国的民主政党 就会面临的两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所以在一个民主化之后 肯定经济问题会 经济会比较动荡 政治也比较动荡 因为共产党 毕竟还是有很多党员 所以 但是 所以说 在一个政治和经济 动荡的情况下 我认为说 那时候的中国民主政党 要为了取得一个国内的 经济和政治的一个平稳 以及确保民主的 安全的这样延续下去 很有可能会对台湾下手 就是说 将台湾作为 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方式 然后 其实这个 也有前车之间 就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刚转型车的俄罗斯 那时候俄罗斯进攻车程 然后美国并没有反对 因为确保 因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个民主的俄罗斯 一个民主的中国 其实是美国的盟友 那我认为说 美国那时候可能就不会 为了确保台湾而 可能会牺牲中国民主的国师 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老师有什么想法 谢谢 老师也要回应吗 中国大陆 在俄国的国内 有相当的市场 相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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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还支持他 甚至于 向往苏联 最近在 还在的 并没有拆 所以呢 要是台湾 我刚才说 台湾应该理直气壮 把他的民主 他的公民社会拿出来 哪怕设想明天 北京宣布民主化 当然这是个梦 但是他要是 马上转转 转型 许多人今天提到 一下研究转型 转型以后 到一个民主的大陆的话 那故事还没完 比较先进的 中国社会 包括台湾的民主 还是得理想 因为 这个思想的转折 不能一下子 过来 苏联是个很好的例子 林老师您好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您刚才 就是说到的时候就是说共产党共产党 但是据我所知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并不是为了说他们有崇高的什么共产主义信仰之类的 他们是为了捞取更加现实的意义 当然 所以在我看来会不会说 他所谓的八千万党员并没有这么大的威胁 因为他内部是有分野的 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想请您就是为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参加过就是八九民运的老师 他是最后在中国大陆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民盟的政党 因为就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的话 他是有就是官方承认的是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另外八个政党 就您看来中国国内目前其余政党是否有可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因为包括经历过一些八九学院的那些老师 他们现在加入的就是中国民盟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他当年推翻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时候 他就是说反一党专政反蒋介石独裁 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方式 但他反而成为取代国民党继续一党专政的一个政党 所以说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 人民通过公民运动把中国共产党推翻了 但是就像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在大陆政权一样 又建立起一个新的专制的政党 而只是换了个名字 就是换汤不换药 会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 就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你这里头很多很多问题 第一我没有Crystal Ball 我说不准将来 过去已经够复杂 分析将来 分析将来有一个困难 没有事实可以引用 你说的情况可以也许会发生 可是第八个党员 八个民主党我觉得已经是画本了 不会起作用 要是民党员 许志源那个组织 要是不压的话 那种组织可能会起作用 至于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你说的完全对 不是为了共产党理想 是为了跑题子 是为了机会多呀 我常常做这么一个 思想的一个试验 要是明天 要是明天 共产党宣布 这也是设想的 要是说明天我们下台 我们民主化 我们走了 我们不一当专政了 会有多少共产党的人 站出来说 我不可以 你干得很好 你60元还非常好 我们得支持 不会 那种理想不在共产党里头 共产党加入党 是为了个人的career 能够成功 我告诉你 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翻译 方立志先生的自传 他加入了两次共产党 被开除了两次 他第一次是他在念中学的时候 这是49年以前 他冒着危险去加入一个秘密的一个共情团 然后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 是因为理想主义 很高尚的理想主义 要搞在一个美丽的 中国美丽的世界 然后 那个 反右 大跃进 下放 文革 一步一步 他幻灭了 他幻灭的过程 跟我的差不多 幻灭了 到80年来 胡耀邦提出来 我忘了多少 仿佛草案说 以前 错误的被开除共产党的人 你应该欢迎回来 他宣布 然后 他心里又说 他们可能找我 我要不要再进入 他跟一些别的朋友谈谈 他们找你 你会不会再进去 然后他最后决定要进去 可是第二次要进去的原因 跟第一次的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 这个跟很多年轻的 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不同的 他也是为了理想 他什么样的理想 那个时候 他说 共产党那么多 领导那么多 这个阶层那么坏 糟糕 透了 我们物理学家 知识分子 不参加 他就更坏了 所以他不但自己加入了 他去劝他的年轻的科学家 一块进去 他这个科技大学的物理系 几乎全部都加入了 是为了进去改造他 但后来改造不成功 他又踢出去 你的问题很好 可是可是复杂的一个问题 是很漫长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喜欢许之勇的一种提法 刘晓波也是那种提法 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是公民 我们控制不了上面 我们也看不到上面有个Gorbachev 或者一个蒋经国那样 不能期待共产党自己转型自己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放弃希望 希望在哪呢 在下面 我们做人 我们做公民 我们互相对待 他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零八宪章 不是请求上面 不是个Petition 是公民之间的一个 共同的理想文件 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个中国 是什么 包括对西藏 他很开放对西藏 为了大家决定 那就是针对刚刚老师演讲的题目中 有提到说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 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起来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民主化 那其实是我们在李总统执政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一个比较解研的过程 那个在那一段时间之前 我们的中产阶级也是变多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有这个解研 就197 1987年 对 1997 1987 反正就解研那个时候的民主化的运动 可是自从那一段时间 就是民主的进程之后 那后续的话又退了 那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有对政治有研究的人 都会知道说 其实要民主化是要有条件的 就是你的经济要 中产阶级要起来 那可是像我们太阳花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那现在有 现在现场也有很多 对岸来的 对岸来的同学 可是他们来我们台湾的时候 并不是来学我们的民主 回去救他的国家 他通常都会对我们的国家 有很多意见 然后就一直挑毛病的在指责 可是他不敢回去他们的国家 针对这些问题 对于他们国家指责 那针对这种现象呢 不知道老师有什么看法 谢谢 王丹 王丹演讲的那一天 我回到捷运的时候 有四个同学陪我去 应该我不知道捷运怎么 都是路上 我跟他们谈得有趣 他们有一个提出来说 我问他你们在台湾过得怎么样呢 挺好吧 他们说可是有一个问题 台湾的学生常常常 台湾的学生常常看不起我们 常常认为我们是被洗了 我们没有自己的脑子 也没有正义感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常常不舒服 我希望你从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任何人包括路上 可能尤其是路上 有一种正义感 因为你住在那么个制度底下 你常常会肚子里头有一种正义感 要是他们的认识 有洗脑的痕迹 我觉得有 包括陪我回去的那四个 他有洗脑的痕迹 是相当清楚 他看不开 看不开 可是我觉得你们对他们 要是让他们不舒服 或者看不起也是错误的 你应该帮他们 让他们看得开一点 而且我在台湾遇见的路生 不都是这样 我遇见的几个路生 是非常努力的 非常聪明的 而且看问题 看大陆问题 看得比一般的台湾同学 伸得多 那当然是他自己的地盆 所以对路生也不能一概而论 接下来 我们换那一遍 好不好 先前面这位小姐 Michael 就是 林老师 我有两个问题 因为我也是路生 就是您刚刚说的是 大陆过来的交换生 然后我想说 其实对于一个历史事件 有可能他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 有不同的话语解读 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 当权的是国民党 他可能对之前 就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史革命那一段 他的评价也会不一样 如果就是今天中国的政党 不是共产党 他再来看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 他的评价也会不一样 所以说对于一个历史事件 如何才能有像数学逻辑那样 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确定的一个评价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历史事件都是 你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利益体系 换一个官方 你的那个评价就会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乔治尔威尔在1984里面 就是详细的描述过 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党 他平时在镇压一些人民 或者说控制一些人民 思想时候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但是是不是可以从细部小说 就是得出来不是中国的共产党 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党 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乔治尔威尔 他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所以他并不是基于中国的这个轨迹 谢谢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不同政党会有不同的框架 去分析历史事件呢 确实当然国民党会有他的 共产党有他的 我的对大家的要求请求是 除了这个政党怎么看 那个政党怎么看之外 你自己怎么看 我们都有自己的脑子 我们听共产党的 听国民党的 听别的 听听佩瑞的 用自己的脑子去想问题 而常常我发现 我不输你 可是陆生 有这个问题 他就接受那个政党的角度 不考虑别的角度 这个相当可惜 我不是说你 可是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George Orwell的1984的小说 是不是描写中国 不是 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这个人 跟我的过去 是有相同的地方 他本来小的时候 是社会主义 理想社会主义 然后他到 到这个 西班牙的内战的时候 去做自愿军 然后开始对 斯大林 对苏联 对这个 共产主义 幻灭 他现在这个 animal farm和这个 1984 想的主要是苏联 那苏联共产党 跟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那绝对有 绝对有 所以你不能说 1984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那个问题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不是故意的写中我是真的 对 他不是 我姓程程文理 想请教一下林教授 就是说 我这样的观点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在看这个六四 这个事件 在对整个所谓的 现代中国 因为我所认识的中国 是从上古一直 这个中央之国的概念 一直下来到 所谓的现代的中国 第一个 现在的中国 在美国人所谓的概念中的 Wine China 我把它翻译叫做 华民共和国 Wine China 美国人口口声声 所说的Wine China Wine China 我的汉文翻译叫做 华民共和国 那这个又是 对这个 对这个华民共和国来讲 我的观点 是一个 著作为虐 著作为虐 跟台湾的太阳蛙 干的是同一档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 这些运动者 基本上他们并不是在对抗一党专政 打从谷底 他们不敢 这些读书人 没有勇气去对抗一党专政 也就是说 自古我概念中的帝王制度的中国 到现在西方所谓的21世纪 依然如此 那尤其是在这个六四所谓的 因应 这个猫论 的 抢钱运动 所造成的 因为六四之后 我一直在沉思的 在台湾有所谓的 中国国民党党产 造成台湾 追求民主制度上 最大的绊脚石 但是我看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党产 比中国国民党党产 更可怕 现在的年轻人 有没有这个智慧 有没有这个勇气 足以 抛开六四的尾上 真正的对自己 追求希望概念中的人群 追求自己的主张 我想我明白你的问题 而且很同情你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对年轻人 那么苛刻 比如上次来的王安 他说了好几次 他们的运动是爱国主义 而他没有把国跟党分得很开 是支持现有的制度 想改善他 他表面上都是那么说的 在六四的时候 在八九民运的时候 也都是那么说的 但是肚子里头 是不是那么想的 我有点怀疑 肚子里头 是不是反对一党战争 到六四最可怕 可怕的时候 我不在场 可是我有个很好的记者朋友 他在那 军队将临的时候 进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最后在那的很愤怒的一些人 就是喊了大道共产党 以前没有 有李鹏下台 李鹏下台不意味着废诸党 李鹏下台 但是最后他不能忍受的事 有一些是喊了大道共产党 而且他们就算没有那么害怕 那么生气的时候 做了一些很有反访的一些事情 比如唱歌 他们唱那个共产党的国际歌 International 现在词我背不上来 可是他很多词是说 北亚迫的人要站起来反对 北亚迫的人站起来反对 在那个场合上指的是谁 指的是反对什么 相当清楚 可是他又唱的是共产党的歌 所以有一种保护 有一种两个层面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例子 我自己听到了 他们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五十年代很流行的歌 当然共产党发明这歌的用意是说 没有我们就没有你们的好的一切 然后他们处在那么可怕 那么糟糕的一个触景的时候 唱一样的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什么意思呢 还有在八九民运的时候 我不去广场 可是有一次我去北大去听一个演讲 当时那个教委主席 我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来 不过他是个很保守的一个党棍子的一个人 演讲 都是跟学生说教 都是压制他们 当然王大那一类学生听得很不耐弹 然后他们鼓掌的时候 是怎么鼓掌的 我是学学 很讽刺 你说他鼓掌吗 他是鼓掌 他心里的意思是什么 相反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 你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你在表层上说 我反对一段层上 你第二天 那个时候你第二天就枪毙了 所以没有勇气啊 你赞成被枪毙 不是 当人民看不到这种暴力的时候 永远活在这个恐惧里面 你说的当然对 可是我又觉得我有这么一个信念 我不认为我们不冒险自己的生命 或者自己的安全 我们坐在这么一个课堂里头 舒服的坐椅子分析 不能指着别人说 你为什么不是个坦思同 你为什么不牺牲自己啊 我并不是说要牺牲生命 而是不能够对这种暴力的思维 去掐着鼻子 我再一次说我很同情你的问题 我非常同情你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你要求别人有点苛刻 不是要求别人 我现在自己就在酝酿在积极在进行 真正的台湾要我所说的 我主张的是自己的国家自己造 而不是救 这个过去的是不可救的 要造的是自己年轻的一代 要造出自己的将来 我同意 老师你好 我对于就是六四 然后也对于美国的八零年代的学书 很感兴趣 美国的八零年代的 六零年代的 六零年代的 对那我很想要知道说 就是比如说像黑人的权利 跟同志的这样子的权利 对都差不多是在那样子的年代 大家开始觉醒 然后开始去争取 那在美国大约花了多久的时间 这样子的概念才变成 才渐渐的变成大家的一个 就是一个基本的想法 因为我想说在那之前 对黑人的歧视 跟对于同志的权利 应该也都是跟现在中国 对于民主的概念是 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甚至说 那个并不是一个普世的概念 或者说那甚至是一个反叛的概念 那美国大约花了多久的时间 让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变成每一个人的 就是那个尝试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时 就是中国在花在这样子的时间上面 会更长呢 还是说更困难 当然你这问题也是很大的 你的问题在我听来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比如对黑人的平等问题 的思想的转折 需要多少时间 二是六十年代那个运动 需要多少时间 六十年代运动 黑人运动 支持黑人权力运动是1963年 开始比较 比较 有人注意 有几个理想主义的 北方的白人到南方去让黑人 帮黑人注册 被杀了 然后上了新闻 然后大家就注意 然后慢慢的 然后呢越战一来 把越战跟黑人运动交在一起 那更有力量 整个那个过程是在63到7475年 水门建之后 尼克森下台 大家松了一口气 他说松的太早了 尼克森下台也不解决很多问题 大概呢 运动是这么个十一十二年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的问题含义是更广的 美国人对黑人平等的问题的思想转变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当然从美国内战的时候 一直都有发展 总的来说北方 有些北方知识分子领先 南方落后等等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要是说转折点的话 是1954年最高法庭通过那个 有一个决定叫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那个最高法庭的决定是说 有黑人学校白人学校 平等的分开 违法 平等的 分开就不能平等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 哪怕是南方的学校 他不能把黑人跟白人小孩分开 这个是我们最高法庭领先 他设了那么一个潜力之后 很多人的思想往那个慢慢移去 这不是个社会运动 是个最高法庭的决定起了个作用 所以他也起了作用 政客也起了作用 运动也起了作用 学界也起了作用 而且还一个方面得说 我们这个问题美国社会还没有完 到现在还要进行 黑白平等 然后亚洲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奖学金是特别为了美籍的华人 要鼓励他 跟黑人一样要鼓励他 现在华人在白人之上已经领先了 现在有的学校反而是扣了 剩多少亚洲学生 所以这问题是一直有幅度 一直有发展 一直到现在 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国家 能够选出一个黑人总统 这个象征上也是很有力 很多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上 很多黑人 我在奥巴马上任以前的 以后我感觉的不一样 他们自然有一种 本来没有的自尊心 我跟您对话是平等的一个平台上 所以这个也起而作 所以您这问题很好 可是回答只能是很复杂的一个回答 那最后三位 因为我们时间形势上是到九点 之后可以自来聊 那就最后三位朋友 那我这边先 那个喂 有听到吧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初中国国民党 他在台湾会民主化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说台湾本身的压力 还有国际压力 例如美国当时80年代 已经开始做了人权外交等等 才促使中国国民党 他开始利用强人威权的党国体制 来转型成为一个自己操弄的民主 那我觉得今天中国也面临到跟台湾类似的问题 像他们一样慢慢地遇到了 像各种杭州的事件最近的 或者是说在稍早一点点 有反批擦场这些的事件 有没有可能中国共产党到最后 他们为了要解决本身国内自己的矛盾 进而寻找属于 进而寻着中国国民党的模式 利用强人的党国威权体制 来进行民主化过程 但是在民主化过程后 还是保有自己的优势地位 来进行像法院就是本党开的 或者是国库同党库这样子 对谢谢 我在提醒你 我没有一个Crystal Ball 只是将来的事情很难说 我觉得你描写 台湾社会和国际压力 给国民党的压力 让它不得不转型 这个在中国大陆也可以照镜子 我觉得有类似的地方 我常常不喜欢有人说 中国的80年代以后的改革 是邓小平做蓝图的鼓励他 好像是一种从上往下的一种影响 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老师 叫傅高义 Ezra Vogel写了一本 邓小平的自传 我很喜欢傅教授 他一直也对我很好 可是我觉得他这本书完全不对 他就把邓小平描写为一种 一种神 好像设计一个很好的蓝图 听他自己对中国的理想不顺 中国80年代 从70年代开始 是中国农民在安徽受了 人民公社的制度 然后自己种自己的地 然后到79年民主墙 也是从下面的压力 一直80年代 对学校改革 各方面文学的改革 商案文学 都是从下面的力量 往上要求 然后邓小平的角色 是在上头控制住 保持一党专政的地位 可是做妥协 做妥协 他地优先 一直从40年代 到现在共产党地优先 是保持他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是做妥协 是应着下面的要求 那么你提到 有没有一个 可能在中国官方的一个 强人出现 像蒋经国受到这种压力 然后从上面做一点贡献 让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型 我只能说要是有的话 我们现在看不到 我们都不知道 我相信上面的那些人呢 他们心里当然也知道这一次 我敢站出来 做转型的话 而成功的话 那我是个历史英雄 这是他的吸引力 但是我失败的话 那我马上就被淘汰掉 甚至于会作奸 像是那个赵紫阳啊 赵紫阳在六四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想做强人站出来 但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 那连他就一辈子软禁了到死 所以中国共产党上面的人呢 他可能都有这种意识 我做强人是非常冒险 非常危险的事情 成功很好 可是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他们就互相监督 为什么上面那么保守啊 的原因之一是 我做一个有胆子的一种新的事情 别人就可以批评 所以有一种自然的保守主义在上 我不排除你的可能性 可是我看不到现在的线索 Perry林的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美国社会的 那个Political Courage 跟后能战时候的Global Capitalism 我这样讲是因为 哈佛大学有个Henry Louis Gates 前阵子在他自己的家里 被警察扣住了 Henry Louis Gates被认为是一个 Established的黑人 因为他拿到刘金的博士 在哈佛任教 而且他教的是African Studies 那大家结果晚上 比较跟他女儿去哪里去录音 回来比较晚 结果就被白人警察 一个蓝领的把他扣押了 可是美国的警察权是很大了 他被羞辱了一个晚上 后来他上电视一直讲说 他原来才知道说 黑人的处境从来没有改变 即使欧巴马已经 黑人已经做了状态 欧巴马最后的反应只能讲 他也不能谴责警察 他只好说警察处理 波士顿警察处理 很stupid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是今天 苹果日报的胡琴坊小姐 专案作家 她评论那个Lewinsky Monica Lewinsky 她说因为Hillary Clinton 又要选总统了 所以人家又把这件事搬出来了 可是她用一个 Inde花火的理论说 每个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 现在已经40几岁了 鲁文斯基小姐现在已经被忘记了 当年她那些蓝洋装 有克林顿总统的精益等等等等 那 就是说这种后现代的媚蜀的 每天Twitter 每天Facebook 一下子就忘光光了 所以这个美国的问题 在现在这个Political Curry 美国很可能有个女总统 那也可能没有 很多人说美国还非常 你可要一个黑总统 不要一个女总统 台湾可能是什么 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因为台湾已经走到这一步 从太阳瓦学院来看 比如说我刚才跟Yaw C在赫卡贼 她自己取名叫Yaw C 我们这边有一个写 陆边甘蔗人肯的李杨小姐 北港湘文 李杨小姐说 你看她会取名自己叫Yaw C 虽然她的名字是从日文 她有一半日本学统Yoshi 可她故意取名妖怪的妖怪 表示在跨越性格 所以台湾的情境跟美国比较像 跟大陆是一点都不像 你有什么评论的 我不太明白这两个故事 跟政治正确是什么关系 因为那个黑人是从你刚才讲的 Brown vs Bodo Topeka那个故事 他是一连串透过司法 justice的判断 一大一连串的 Libro的胜利 那到现在美国这样一个 所谓的后能战时候的多元文化 我觉得台湾也走到了 因为经济的基础 所以很多东西大陆人会看不懂 那方向六四的脉络 也完全讲不通 那你作为一个美国人 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现象 他会异于弧底 走到哪里 能不能在上位以后 你再来跟我信息 我还不懂任何问题的 好 那是我问你 谢谢 感谢教授对司法实践的肯认 那么从法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它可能会需要一个 一个多元的一个意见的协调 一个理性的对话 当然是好的 但是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 相对理性 相对公平的一个机制 一个法律的规则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那换句话说 其实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 法治它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那么对于法治的破坏 往往就不可逆行 其实在纵观整个的西方的 宪政发展的话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同国家的整个的宪政的发展的路径 其实是有所差别的 但是总归会出现一个矛盾 就是关于民主与法治的矛盾 那么人们在寻求一种权力的 一个渴望的时候 或者是希望去 迫多某一项利益的时候 他会采取你的行动 但这些行动往往就可能会 与法律相冲突 那么从您的经验 从美国的经验 那么是如何去处理 民主与法治的这样一个冲突的 就是我想问教授 另外是对于大陆的 大陆现在也在寻求民主方面的改革 那么在农村里进行了基层的民主改革 但是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村民间的 村干部的汇选行为非常严重 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这个民主改革的失败 就是它没有产生比较好的作用 反倒是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那么从我个人的意见来说 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 法治改革的话 它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当的程度的 公民意识和一个公民社会的 包括一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水平的基础上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它希望会出现一个 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多元 理性对话的一个国度 但是它绝对不希望 中国绝对不希望再出现义和团 中国不需要一个团 不谢 你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民主和法治的产生充足的可能性 你是不是想太阳化 印度进立法院是违法 超出了法治的规则等等 反对派那么说 它本来是把福报推过去 是因为黑箱的过程 这个已经是一个违反了民主的程序的 所以你可以说太阳化是护影 它先违法我们护影的违法 但是从更深的一个层面 去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民主社会 包括我们美国社会 有一个 有一个叫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 就是 故意不违法 的一个传统 我们的作家 Henry Thoreau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章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 你到你的道的概念 跟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 马丁路德金也说了这个 我知道那个VCCB的法律是什么 可是跟我的道的概念 冲突太厉害了 我就紧坐 我就接受惩罚 刘晓波运作奸 也留着这个意思 Civil Disobedience 所以 这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社会的一个 一个成分 一个正常的东西 要说学潮的是 很多学潮 我最近 我最近看法律之的 他在八十年代做科技大学的副校长的时候 他说上面总给他们那些红头文件 那些校长 说全国什么地方发生了学潮 那这含义是说哪发生了学潮 哪的校长就失责 这不对 你要镇压任何学潮 方的看法是 学潮是一种正常的东西 他把它比喻于做台风 世界上的台风 在个别的地方 是产生一种迫害 但是在把全球的温度平衡 做一个机械的话 是少不了的 起得很大的作用 他说学潮是这种东西 碰出来 可是他为了长远的社会健康 是其正面作用 他有把它比喻打喷嚏 喷嚏的作用是什么 你的那皮孔 你要有毒菌 你把它喷出来 这是自然的 我不知道学潮都是喷嚏 可是他做这个比喻 你第二个问题 我可能跟你的感觉稍微不同 我也许错了 我觉得你的前提 是素质很低 教育水平很低的人 很难投一个聪明票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需要一种 基本才能够有 我比较反对这个说法 原因之一 我说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共产党老那么说 他说中国人的素质不够 要靠我们 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到永远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连香港 香港的条件是相当好的 他还是在香港反对 那说明他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看法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说这个看法 所以我对这种提法 马上有一种反感 但是把那个问题 抛在一边分析 是不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 很难投一个聪明票 我常常举这么个例子 我是美国人 有博士 普林斯敦大学的退休教授 等等 教育水平应该说是还可以 我在美国投票 要是州长或是参议员 或是总统的票 我觉得我可以投我的聪明票 因为希腊里怎么说 奥巴马怎么说 乔治布什怎么说 我都能够听 有自己的脑子能够分析 做我的挑选 但是呢 在我们的Riverside, California 当地的 我很难投一个宗明票 因为这个人的传单 我不认识他 他传单说 我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而且不花你的钱 而且我的对手是个王八蛋 他王八蛋的传单 我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而且不花你的一分钱 而且那个人是个王八蛋 你我一样 根本没有根据去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所以我常常在加州 我不选 当地我不选的信权 没有根据 把我这个情况跟设想 一个中国在一个农村里头的一个老百姓 村子里头有两家 一个姓宋的 一个姓王的 王有王的家属 宋有宋的家属 我所有的人都认识 李瘸子周胖子 都是我的认识的人 那在这个社会里头 我能不能投一个宋名票 我知不知道 我喜欢谁 为什么喜欢 尽尽楚楚 反而是州长 主席上面 我没法投一个宋名票 因为媒体不自由 我没有一个能够 能够做选择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根据 所以那個設想的老百姓跟林培瑞來比較 都有他的困難 都有他的相互的不能投可以投的地方 並不存在文化水平 我不要看不起文化水平的人沒有腦子 他還是有腦子 他還是他的價值觀他的正義感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活動說到九點結束 我們形式上先這樣 老師可以再多待一下 有問題可以再過來跟老師聊 那我們先謝謝林培瑞教授